好的 到了一年一度 赵小慧最精彩的淘汰感言时间 我今年真没咋准备啊 我就没准备啊 但是我就是想跟领导说两句吧 这机会也不多了 我想问一下领导 今年的赞助到底是怎么回事 给我撩黄了 我希望我回去上班的时候 桌子上有你的检讨报告 对 而且就是他处心积虑地 把我调到市场部 就一直跟我说什么 外面请的人不懂咱们公司 你懂咱们的产品 你是咱们自己的员工 出去肯定不会说公司的坏话吧 哎呀 领导 天真了 哎呀 要不男人致死是少闲年年年的 我从今以后 我从今以后你等着吧 而且我就是想劝我的领导们 长点心 因为之前别人讲段子 就是吐槽一下男的啥的 人家还知道出来反思一下自己 我每天就吐槽我领导 没有一个领导觉得我在说他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小慧 把他的姓说出来 回去还得混 这个才是你强项 你现在好好笑 真的 静姐 我觉得静姐是懂喜剧的 因为她每年都是淘汰以后 变得特别好笑 对 不知道为什么 你有几个领导 太多了 所以大家都觉得小慧说他呢 是吧 可能吧 说谁你们还不知道 对 然后 对 今年就确实是 大家进步挺厉害的 我第一年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无所不能 去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能力有限 今年就觉得自己啥也不适 就感觉碰我心态的变化 也能看出来行业再发展 挺好的 挺好的 但是我就是想说一点 我虽然就不太在意这个结果 但我也是精心准备的 你可以否定我的能力 但是不要否定我的态度 就刚刚那一段垃圾 它也是我精心准备出来的 可以 你可以有那一段 怎么啦 小慧 并不干净 也不用替我找我 然后实战也就差个三票 对 领导我给你差三票 我走了 我还去 行 谢谢小慧 好 明年再见 谢谢 我的水平就是这样 你能够再敷衍 这就是我最好的水平 他输了 那就是能力不行了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 就是小慧被淘汰 因为小慧的稿子整体质量 我感觉是这三个人里 我感觉稿子质量是最好的 我觉得小慧表现得挺好的 只是他这个也是像他说的嘛 主题选的不符 这个确实挺大影响的 很可惜 这弱大的房间 竟然只有我一个人 人都淘汰了 还得看这些人比 我感觉不珍质的 所有人都淘汰了